娛樂圈一圈,我是主持傅仙婷 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有個令人唏噓的消息想跟大家說 就是在今個月的12號 我們得知一位結出的藝人 海美周海美因病離世 享年57歲 周海美從1985年參選《香港小姐》之後出道 憑蜘蛛以天途龍姬角色周紫若 控天兩岸三地 她的演藝生涯貢獻良多 作品深受觀眾的喜愛 她的離世令人感到非常惋惜 我們希望在這裏向這位傳奇女演員致敬 好了,現在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第一則新聞 韓國每年年尾都會舉辦一連串的頒獎禮 當中最備受注目的韓國音樂盛典 媽媽亞洲音樂大獎 就在日前圓滿結束了 今年的四項大獎 全數都被hype企下的人包辦 一再打破韓國唱片銷售紀錄的Seventeen 出道九年 終於成功以FML首次奪得年度專輯大獎 還有最佳男團和最佳男團舞蹈共三個獎項 而他們的師兄BTS防彈少年團地位依然不可動搖 連續六年都奪得全球指標大獎 成員Jimmy榮獲最佳solo男歌手 而Jungkook就奉走最佳solo舞蹈表演和最佳合作獎 出道以來以獨特魅力席捲全球的New Jeans 相比去年的空手而歸 今年他們都成勝追擊 抱走了四個獎盃 成為今年女團的最大贏家 另一邊上 南韓女子天團Blackpink雖然沒有以團體作品提名 但都依然勢不可擋 成員Jisoo憑藉著今年的個人專輯 成為了solo女歌手的大贏家 成績亮眼 亞洲樂壇派發言成績表 現在輪到美國頒發獎項 美國文藝界終身成就大獎 甘乃迪忠心榮譽獎 日前舉辦第46屆頒獎禮 並宣布五名終身成就獎得主 他們在音樂、舞蹈、電視等 藝術文語領域成績搖眼 頒獎禮已向二年82歲的Dionne Warwick 致敬拉開序幕 他從1960年代成名至今 唱片銷量超過一億張 再擁多首經典歌曲 75歲的Billy Crystal 擁有多重身份 例如電影製作人、演員、作家等等 他曾九度主持奧斯卡頒獎禮 實至名歸 其餘得獎人還包括 搖舌天后Queen Latifah 音樂創作人Bee-Gees的Berry Gibb 和舞台劇女高音歌唱家Venne Framing 除此之外 慶典還特別紀念Hip-Hop音樂 誕生五十周年 非常有歷史意義 那些歌是這樣的 大家一起聽歌聽故事 今天要聽的這首歌 是清白卡拉OK排行榜的 COME CODE 天后 相信大家就算不懂唱 都一定聽過 這首歌在全新時期 直接把尖割大卡拉OK的國語歌曲 六點播排行榜冠軍超過169個星期 而且還要連續兩年 持續留在排行榜單上 不過 一首受歡迎的流行曲 竟然就曾經令到演唱他的大馬歌手 陳世安一度失去自我播 原來 陳世安從小到大都是乖乖仔 家境不錯的他 早就被家人安排好職業生涯 但為了夢想 中學畢業之後 他就和家人爭取 由濱城去到吉林坡讀大學 接著又去參加歌唱比賽 誰知就一路由馬來西亞的亞軍 變成了香港舉行的 全球華人新售歌唱大賽的冠軍 不過 陳世安的聲路就不是一帆風順 發表出道曲 天后的時候 他簽約的電視台就出現了變故 搞到他要自己銀河包 幾乎傾家當產地完成專輯 而事業政要起飛的時候 他又因為台灣的居留症問題 立即被遣返馬來西亞 身無分民的他就患上抑鬱症了 幸好 天后在台灣的卡拉OK爆紅 唱到皆知漢文 陳世安重新來到台灣 再次風生水起 他早就已經由昔日的富能量走出來 事隔十三年 又重新在大眾面前唱起這首代表作 你別說原版果然無法超越 人生低潮四年 嚴淑明苦盡今來獲獎了 嚴淑明從出道以來發生了很多爭議事件 包括 行蘇整不見450萬的戒指、酒光等等 令他擁有話題女王封號 早幾天他出席在澳門舉辦的 第八屆VIP音樂榜班獎典禮 以單曲《一個人的黎明》 榮獲VIP熱播原創歌曲童獎 一聽過名就知道這首新歌 對於嚴淑明來說很有意義 他曾經經歷低潮四年 有時慘得要靠一個飯盒撐兩天 明天會是怎樣說不定 刻意的話選擇不清醒 害怕又再回到一個人的黎明 拿到這個獎的時候 嚴淑明苦慶幸自己又一路堅持 雖然曾經多次要想過放棄 但多得身邊很有鼓勵 才可以令他一路走到現在 真是感激上天為他開了一線門 我們在此也為他送上祝福 美國流行天后 Beyonce最近惹火上身 捲入種族歧視爭議 今個月 Beyonce推出演唱會紀錄電影 Renaissance a film by Beyonce 在洛杉磯比華里山進行首映 當日Beyonce就戴上白金色長假髮 穿著充滿金屬感的 低控銀色連身長裙 整個Barbie的寬甲 不過這個造型 竟然被網友批評她 由頭白到腳 質疑她想漂白 更牽涉到種族歧視誇張了些 天后媽媽 Tina就看不過眼了 特意發場文反擊 她在貼文中指責 批評女女美白皮膚的人 是愚蠢、無知 以及帶著妒忌爭行 Tina也解釋說 另一場場演的主題就是銀色 所有參加首演的人都規定要穿銀色服裝 而事實上 Beyonce不漏到將婦女、黑人等等的社會議題 納入作品裏 在她第六章出輯 Lemonade裏 她亦透過自己的個人經歷 為客人婦女權利發聲 所以這次Beyonce認真無辜 各位同學 我是你們的補習社老師Nam Sir 今天要和大家上舞蹈堂 今天要學的這隻舞 就是2023下半年風魔傳網的Shipman滑步舞 Shipman滑步舞號稱比月球晚步更厲害 配搭知名DJ Luckim的音樂 在一個空地做出圓圈滑步舞的動作 洗腦旋律加上飄浮步伐 難怪馬上在亞洲各各掀起挑戰熱潮 其實這隻背景音樂 早在2018年時就紅過了 當時有個黑人男生用首歌來跳滑步舞 紅遍歐美地區 直至今年另一個韓國男生 在街頭進行拍攝挑戰 純滑的舞步 令他看起來就好像飄浮在地上一樣 令一眾網友看到嘴巴 Shipman滑步舞究竟要怎樣才跳得正宗呢 首先要找到一個空曠安全的場地 確保周圍沒有人之後 先將右腳原地抬起放低後向右邊滑動 跟著左腳微微向前抬高 放低後向右邊移動 重複這個動作移動 就可以在拍攝時產生錯覺 好像飄浮在空中一樣 多練習幾次就能成為Shipman滑步舞達人 韓國J.Y.P.娛樂創辦人朴陳詠 就為大家展示一段完美的Shipman滑步 不過這個舞步難度高 就連人氣女團 Laseraphim、小S啊這樣都挑戰失敗 看來沒有跳舞功底都跳不好 學完現在最流行的舞步 是時候來看出新戲了 動畫片Chicken for Linda 是法國編導夫婦黨Chiara Melter 和Sebastian Nordenbach聯手推出的新作 奪得了今屆安石國際動畫影展的水晶球獎 這部動畫片色彩鮮明風格獨特 採用大量繽紛的色彩 和各種顏色來象徵角色的個性 突顯物件的特徵 劇情描述Linda因為被誤會拿走戒指而發怒 而媽媽就想盡辦法來彌補 雖然就不會煮菜 但也想重現老公的拿手菜採招雞 令母女兩個人可以在餐桌上回憶親人 片片條街就因為罷工納納亂 於是由雞蛇在西瓜的貨車到旁邊亮蛇 Linda和媽媽就展開了一段雞飛狗走的旅程 Chicken for Linda因為一場誤會而引發了 一連串令人捧腹大笑由溫馨動人的故事 同時帶大家回到常鎮的世代 雖然荷里活劇升多不升數 但多數人聽到的大名就有 Tom Coates、Drain Johnson等等 每人閒閒地揹著一百幾十億票房 不過最近就有網站統計出 歷年最賣座荷里活演員 上榜演員包括第二名的Samuel L. Jackson 第三名的Worbert Downey Jr. 第四名的Suica Diner等等 每個都是超級英雄 前十名中只有一名演員沒有參與過超級英雄 他就是Tom Coates 他憑著職業特工隊系列 以及去年上映的 《裝置靈魂獨行俠》等等賣座動作電影 以超過117億美元累積票房位列第六 究竟誰脫泳而出成為冠軍呢? 他就是黑寡婦Scarlett Johansson Scarlett主演的33部電影 總計帶來近150億美元 當眾包括一系列大收旺場的 Marvel超級英雄電影 比美超能力的吸金力真是很厲害 曾經以Home Alone系列 成為全球追紅銅星的Macaulay Culkin 終於在43歲的這一年 在荷里活星光大道 擁有了屬於自己的一顆星星 在頒獎禮上 Macaulay就除了將未婚妻Branda Song 兩個兒子都帶來觀禮 還特別邀請了33年前 在Home Alone裡面扮演他媽媽的老牌演員 Katherine O'Hara 兩個人重聚的時候再度擁抱 勇氣了無數資深影迷的回憶 由成名之後 Macaulay就經歷了大喜大樂 一度就因為吸毒搞到幾乎身敗明烈 幸好他後來重新振作 逐漸就走出一買 除了嘗試展開音樂事業之外 亦都建立了一個幸福家庭 看到自己的銀幕仔仔又谷底翻身 Katherine O'Hara都表示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Home Alone永遠都因為Macaulay 成為一個全球深受喜愛的經典 所以Macaulay絕對值得這顆星 我們見證Macaulay成名 撞板再翻身 真是替他感到驕傲 沒錯 我們在這裡都會繼續支持他 下星期再見